我一再告诉上你们要备药 你们要备药 备药不是说这个联盟花不起这个钱 很多人你当你要药的时候 药可能是两天三天才到 你这两三天药是出了事怎么办呢 比如说昨天飞飞讲了一个很夸张的事情 头两天有纽约站有药 是吧 有病了 结果怎么样 从DC几个小时开车来给纽约送药 我说飞飞你疯了 但是不是飞飞协调的啊 是谁写的 冤枉安平呀 冤枉飞飞 你纽约的战友你没有药 你得病了 你不被药 为啥不让纽约给你冲药 你从DC送药过来几个小时 人家送药的战友有多大风险你知道 就像某个战友是老战友了 给我要药 要药呢 我说你为啥不被药 你就在纽约你就在这你为啥不被药 如果什么原因什么原因 我没买 我当时我要 我说你这不加入农场呢 我当时想加入香草山 我当时因为香草山 各种怀疑各种特务就没加入 这香草山我说跟你被药啥关系呀 你咋怨人香草山去了 谁让他招你折你了 然后回来说完以后 又说我爷爷奶奶如何如何不相信 我爷爷奶奶 我说怨你爷爷奶奶了 你有病了 现在怨香草山怨你爷奶奶 你现在想起药了 你病死你了谁知道呢 最后还是给他送了药 送了药以后再也没够回复 就是你不要把这个爆料革命 新军联盟当成上帝 当成医院 当成了药公司 不让你给你送药 首先对送药的战友要负责任 对吧 这就是还有一个你要相信爆料革命 你三四年了你还不被药 那你这真的你个人问题 还有一个特殊的战友 你确实需要药 我们很愿意帮助 但是你不能把他当成医院 你当成这些医生 当成你私人医生啊 战友们单独大责任的 反过来说就清豪素 现在还有这个一维菌素 清豪素哪都可以买 你干嘛要这个爆料革命给你送呢